龙的题材你选对了吗? 今天这一期视频周地给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龙题材的演变跟过程 那我们就先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说起 也是龙文的刚开始的演变第一步 那么身形形似卷曲形似欲绝头似猪手 发展到了殷商时期 龙的身形呢多出了横形跟臂形 龙手也出现了面貌特征 嘴巴张开露出牙齿 身形出现了单钩跟纹理纹路 发展到西周时期呢 出现了单龙双龙龙凤结合的题材 到这个时代龙的面部特征 以全部集权龙脚龙并龙须 这些体貌都已展现出来 此时的雕刻以片状为主 到汉代时期龙形渐渐向龙盘发展 汉以前的龙凤题材多以纹路雕刻为主 也是从此时开始盛行虎符 龙的形象日趋成熟 龙脚似鹿角带卷曲 到隋唐时期龙形发展成熟 出现了龙珠 龙头较长龙形是腾云架物 龙双四舌 龙双雕刻鳞片 三爪神龙由此出现 奠定了基础 后期呢 都是以此龙纹为模板雕刻 小鲤 就算了 这些水平后 这些水平后 就像了一样 这些水平后 在这些水平后 是不用的 它是不用的